无法找到第三方险是什么意思? 无法找到第三方险是目前新增的一种附加险种, 具体的保障范围指, 在汽车出现损坏的时候, 本来人当由造成损坏的第三方负责赔偿, 但是此时没有找到第三方负责人, 就由无法找到第三方险进行赔付。 例如,当把汽车停靠在马路上时, 发现汽车被他人撞坏了, 但是并没有找到肇事者, 这时保险公司就会给予赔偿, 但是需要扣掉相应免赔率来进行赔付, 一般是扣30%, 即赔偿70%。 再比如正常行驶的车子, 被旁边车辆建起的石子, 或者司机抛出的物品打中, 出现了车漆损坏的现象, 但是并没有看清对方的车辆, 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也是会给予赔付的。